大家好 華連亞洲協會接著通報 說有一個很嚴重的東風北關 是幾乘座部來拍攝的水在那邊 已經救援照顧 也嚇哄了 另外有明天來報道說 結案出現更嚴重的 效果以來度下 但是這要更加靈 拍攝人家一百二十公分 關的東風北關 慢慢走出人家 先說買起來開給自由 救援人家幾乎很開心 因為這隻黑白色的招照 是讓國際主任 全部給人家幾乎病鬼不中 全世界只存六千三百家 任法基安鄉七下船 開出海口 搖媚體報道 全球只存過百隻花花魚 來度下 八千公里在華人出現 嚴重人家在後面生水 親別的人來協 剛到火車剛到 這種鳥類是不是在臺灣是沒有過去沒有過的 沒有啦 因為牠是下位 一個鳥 牠不會遷循 不過 附近的民宿市 發問上稱這隻鵝是牠 臺灣的臺灣最近走出去了 還有一次出現 竟然做新聞主角 昨天晚上就看到就是有新聞說 發現了那個稀有的品種 然後就發現那不是就我們家的鴨子嗎 這樣子 因為牠就是長得很特別啊 牠的眼睛兩邊都有白白的一圈這樣 這樣 協會市政府來到 貼圈比較小的這隻鵝 雖然有白色的百塊 不過貼圈比較大 應該是一般沒有的力量啊 民宿協助提供送品比對 好有五千塊加料 也希望牠趕緊回去 記者綜合報得